在美元強勢下 日元匯價受壓 連日在20年低位徘徊 有市民在低位兌換日元 亦有日式餐廳說 鮮魚的來貨成本有所下跌 郭希臨報導 美元強勢之下 日元貶值至20年低位 每百日元兌港元跌穿過六算大關 市民會否唱定彈藥 預備通關後去日本血拼呢 日元貶值有日式餐廳表示受惠 說日本空運渡港的新鮮食材成本 近月整體下跌3至5 吞拿魚都跌了20%以上 因為一來就是日元的下降 二來就是他們出口 平時都會出很多去美國 美國、歐洲那邊 現在都是少了很多 變了其實他們有很多貨 他們都會便宜了一些 有批發商就說 新鮮食材的價格敏感度比較高 內貨價有明顯下降 相反疫情影響運費提升 令缸動貨的成本攀升 原材料、工廠生產的時候 成本上升了 再加上運費 全球在疫情當中 海運、綠路等 那些運費都升了很多 工廠出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加價了 有一些產品 再加上我們要計算運費 每一個貨櫃、海運運費 其實升了不少 有個別的產品是貴了一倍以上的 他認為日元貶值 救入較多新鮮食材的 高級日本餐廳會比較受惠 相反一些主打日式放題的餐廳 救入剛凍貨的比例高達九成 食材成本反而有所增加 NOW TV記者 郭希臨 報導